就在刚刚 强哥车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小孩 还硬塞给他一万五千美金 要强哥送他们回家 强哥本来是拒绝的 但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可才上路不久 女孩就说背后的车在跟踪他们 刚从监狱出来的强哥不想惹事 便主动给他们让路超车 没想到对方突然截断了去了 另一台车还猛地撞了他一下 还好强哥车技非凡 凭借自己多年的飙车经验成功化解了危机 强哥以为是自己以前老大的人 便开着车子拼命逃跑 可三台汽车很快就追上了他 还将强哥他们包成了脚 但强哥非常沉着 突然猛踩油门撞开前车 然后潇洒地突围了出去 可惜并没有完全甩掉追兵 他们仍在后面穷追不舍 男孩眼神突然变得异常坚毅 并对妹妹说自己必须试一试 紧接着她的身体瞬间虚化 一眨眼就出现在了公路上 背后的汽车躲闪不及 直接就撞到了男孩身上 不可思议的是 汽车顷刻间就被撞成了碎片 但男孩的身体却是毫发无损 这时女孩又伸出手臂 控制刹车停止了车辆 随后又控制档位和油门 让车子自动开始往后倒车 强哥完全没搞清楚撞跑 对方车上的人却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还以为会撞上他们 没想到车子却精准地停了下来 但强哥并没发现两个小孩的异常 追捕他们的人其实是国防部的人 他们企图将两个小孩抓回去做实验 可惜有强哥这个保镖在 他们不会有任何得手的机会 强哥将两人送到一处荒郊野外的房子 他们又做出了强哥看不明白的事情 将一个发光的设备放在酒柜上 酒柜竟然慢慢移动了起来 原来后面藏着一个隐秘的空间 进去一看强哥被惊的木凳口呆 里面竟然有一片茂密的丛林 可生长的却是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植物 他们来到一个硕大的球体旁边 女孩取下项链放在上面 然后又将手伸了进去 并拿出了一个奇怪的设备 这是背后突然传来奇怪的响动 三人立刻藏进了丛林 强哥趁机向对方发动了偷袭 对方却穿着肩不可摧的铠甲 而且力大无穷 铠甲人又从手臂伸出武器 直接炸翻了两颗巨大的果 火焰在球体间迅速蔓延 随即整片丛林都燃烧了起来 就在他们拼命逃跑的时候 铠甲人突然袭击了他们 并试图抢走女孩手中的设备 可女孩一伸手就拿了回来 趁强哥与他缠斗的时候 女孩再次使用了超能力 铠甲人不甘接受失败 又从手中发射了一枚离子炮 虽然男孩及时关上了大门 但还是被震晕了过去 强哥赶紧扛起男孩 从小屋里逃了出去 随即又开上他破烂不堪的出租车 带着他们迅速逃离了这里 刚才的经历实在是太离谱了 强哥非常想知道答案 女孩感觉强哥非常可靠 便跟他说出了背后的真相 强哥一听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感觉他俩简直就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女孩只好抬起他的手掌 车里的东西立刻全都漂浮了起来 强哥再次被震惊了 东西就这么漂浮在自己眼前 用尽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也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